本以为港股在大型新股招股下,市况可以维持窄幅波动,炒股不炒市,可惜事与愿违,内地户中指周一百日再次失手3000点关 加上美国减息的预期降温,皆打击投资市场气氛,恒指又退守28200至28300点水平 到底后市将会如何走向,大家要重点关注可能出现这三件事 首先,中美元首于G20峰会会面后,虽然美国暂缓向其余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又放生华为 但至今为止,中国购买美国商品的规模有多大上述未知数 双方亦未见有很明确的经贸初商时间表 再讲,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的暂缓加征关税,不等于永远不再加征 而所谓放生华为,亦只不过是一些低端的产品 基本上中美科技战气氛是依旧的紧张 由于美国最新公布的就业数据佳 相信联储局会审慎看待减息的问题 这使得特朗普已以减息刺激经济 换取正职取月选民的如意算盘打不响 说不定又在中美贸易问题上反口複试 试图以外部矛盾激发民税主义争取选票 所以,中美贸易战再度升级 有机会成为引爆下半年港股 以至全球股市部社的跃引 其次是,谁是英国新一任首相 将会于7月23日揭晓 而新首相的重要任务 正是处理英国脱勾的问题 事关十月底就是英国脱勾的大限 日此前未能达成脱勾方案 变成无序脱勾 不单止英国和欧盟闭丽 全球金融市场亦会为之震荡 这正是可能出现的第二件重大事件 此外,本来下半年内地经济仍要面对下行压力 但在当局全方位保陆之下 不者不太担心内地经济会硬着陆 反而,香港经济才是当今投资者需要注意的问题 6月以来香港社会持续动荡 日政府再不积极采取行动安撫和拆弹 继续停留在半停摆状态 第三季的经济表现将持续放缓 侧年尾香港经济有机会步入衰退的边缘 更有机会惹来国际评级公司 重估香港的信贷评级 这个局面,是香港人不愿意见到的 但事实是风险天天在上升 不能视而不见 港股虽为内部不稳定付出风险日价 而经济景气的急速转坏 企业压缩投资,失业率上升 最终会反映在企业股值上 侧股市亦难有运行 若然下半年内地气氛能带动比重大的中资股上升 松仪有利于支撑港股表现 当然好,但所谓有避无患,尤其是如今香港社会正处于非常时期 总之要谨记,若恒只在失手两万五千点支持 就要做好全新撤退的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